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田石石亚 这可能就是你们接下来会面临的现状 那华夏军 我们的人手在这次的事情里面暴露了一部分 根据约定应该会往南撤走 当然 我也可以留下了一部分来帮你 华夏军并没有北上 小沧河的三年时间 华夏军损失的人很多 两年的时间其实不足以恢复过来 要说北上 女真 围棋 南方三方目前跟我们都是敌对状态 来中原 只会是另一个三年 清晨的凉风吹动阴云 街道的周围还弥漫着烟火灭后声色的气息 废墟前 生者与那轻袍的书生说了一些话 宁毅介绍了情况之后 注意到对方的情绪 微微笑了笑 当初你在北方要做事 一些黑企人聚在你身边 他们欣赏你的勇武侠义 劝你跟他们一道南下 参加华夏军 当时王将军你说 眼见着生灵涂炭 岂能袖手旁观 扔下他们远走 纵然是死 也要带着他们去到江南 这个想法我非常敬佩 王将军现在还是这么想吗 若是 我再请你加入华夏军 你愿不愿意 王师彤明显在想其他的事情 他目光复杂转了好一阵 可是他们这么多人 宁先生 嗯 宁先生 我是来 为他们要粮的 王师彤斟酌片刻 终于说出这句话 宁义点了点头 这个我明白 也早有安排 泽州的存粮会有三分之一 不归你那边 总共进万丹 应该可以且燃眉至极 城内可以动用的车架已经在掉拨 可能你们自己也要负责一些 大宁先生 大宁先生 他们接下来 能去哪里 你们想去哪里 我想 带他们过黄河 王师彤 望着宁义 道 去江南 宁义微微张着嘴 沉默了片刻 我个人觉得 可能性不大 场面安静下来 王师彤张了张嘴 一时间终于没有开口 直到许久以后 宁先生 他们真的很可怜 他的声音在风里飘 宁义没有说话 王师彤回忆着那些惨剧 接着道 他们以前还有一份家产 鸡 自从南下 什么都没有了 这一路下来 饿死的 被杀死的 不知道有多少人 我带着他们 不知道该怎么走 我的娘子和女儿 在这路上 都死了 他们说我们图成 几十万人哪 一路油油荡荡的 树皮都会吃软 他们 又开始吃小孩的 宁先生 会不懂说话 他们只是想活而已 只要有一条路 可老天不给活路了 皇宅 大汗 又有洪水 他说到这里 语气耿艳起来 暗暗脑袋 我带着他们 好不容易到了黄河边 又有天护村集 若不是华夏军出手 他们真的会死光的 活生生的 毒死 饿死 宁先生 我知道你们是好人 是真正的好人 当初那几年 别人都跪下了 只有你们 才真正的抗金 宁已轻轻拍了拍 他的肩膀 大家都是在证明 过不了黄河 他们都会死的 宁先生 你去看看他们 成什么样子了 一万弹粮是很多 但是人 不知城外的那些 黄河边 很多人都死了 但至少 还有二三十万人 活下来 宁先生 他们不过黄河 还能待在哪里 或许可以安排他们 分散进各个市里的地盘 行起 是过不了冬的 王师童摇头 太平世界还好些 这等年景 王巨云 田虎 李希致 所有人都不关于 乞丐活不下去 都会死在这里 宁已想了想 然而过黄河 也不是办法 那边还是刘月的地盘 尤其 为了防备南武 真正负责那边的 还有女真两支军队 二三十万人 过了黄河 也是死路一条 你想过吗 王师童点点头 然而留在这边 也会死 至少你会照看他们 宁已顿了顿 看着他 这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 但是没有其他的路 如果你也放下他们 便没有人能管他们了 三十万人 我认为在这边 还是有可能立得住脚的 种地也好 打鱼也好 吃野果啃树皮 他们留在这边 肯定会比过黄河安全 如果有需要 黑极会尽量支持你们 支持 什么 刀枪 甚至于铁炮 支持你们站稳脚跟 武装起来 尽量地幸存下来 难免在太子的支持下 以岳飞为首的几位将军 已经开始被伤 只有等到 他们有一天 打通这条路 你们才有可能平安过去 然而 黑极 不能帮忙吗 黑极可以帮忙 宁已叹了口气 但我们近期内 不可能被伤 就为了救人 所有人全都死在中原 我们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但我保证 只要有可能 我会尽量支援你扎根和南下 王师童沉默了许久 他们都会死的 嗯 几十万人 在这里扎下来 他们以前甚至 都没有当过兵 打过仗 宁先生 你不知道 黄河岸边那一仗 他们是怎么死的 在这里扎下来 所有人都会视他们为 眼中钉 肉中子 都会死在这里的 王将决 恕我直言 这样的世界上 没有不战斗 就能活下来的办法 会死很多人 剩下的人 就都会被纯练成战士 这样的人越多 有一天 我们打败女真人的可能性 也就越大 那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 但是 很多人都会死 你们 我们 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 他本想只宁计 最终还是改成了我们 过得片刻轻生的 宁先生 我有一个想法 您说说看 你看泽州城 虎王的地盘 你 你安排了这么多人 他们一发动 这里天翻地覆了 当初说 华夏军留下来很多人 大伙都还将心将意 如今 不会怀疑了 宁先生 这边既然安排了这么多人 刘豫的地盘上 也是有人的吧 能不能 能不能发动他们 宁先生 刘豫比天湖他们差多了 只要你发动 中原肯定会变天 你可不可以 考虑 宁议的目光 已经逐渐严肃起来 黄师彤挥舞了一下双手 这是几十万人 几十万条人命啊 宁先生 他们就是在你眼前的几十万条命 你只要抬抬手 他们有可能过了黄河 过了中原 去江南 他们就活下来了 几十万条人命的功德 宁先生 花家军做出这些事情 天下的名声 也必然更大 必然千万人 闻风来头 即便是弑君之事 也能戏掉了 怕说着这些 咬紧牙关 浑缓起身 跪了下去 宁义扶着她的手 过得片刻 再让她坐下 这是个可以考虑的办法 宁义斟酌了片刻 然而 王将军 天虎这边的发动 只是杀鸡静候 中原一旦发动 女真人也必定要来了 到时候换一个政权 潜伏下来的那些华夏军人 也必然遭到更大规模的清洗 女真人与刘玉不同 刘玉杀得天下白骨累累 她终究还是要有人 给她占朝堂 女真人大军过来 确实可以一个城 一个城地图过去的 然而 这确实是 几十万条性命啊 宁先生 你说 有什么能比她更大 从地先救人啊 最大的问题是 女真一旦难想 男武的最后喘息时机 也就没有了 你看 刘玉他们还在的话 总是一块磨刀石 他们可以将男武的刀 磨得更锋利 一旦女真难想 就是试刀的时候 到时 我怕这几十万人 也活不到几年以后 可是 或许女真人不会出兵的 只要你 让发动的范围小一些 我们要一条路 到底有没有什么折衷的办法 我也会仔细考虑 王将军 也请你仔细考虑 很多时候 我们都很无奈 风卷动尘雾 两人的对话还在继续 城市的另一侧 游红卓拖着伤痛的身体走在街道上 他背后背刀 面色苍白 也摇摇晃晃的 但由于身上带了特殊的军队挥击 路上也没有人拦他 去到一处小广场 他在人堆里坐下了 腹肌皆是疲惫的憨声 整整一夜的疯狂 游红卓靠在墙上 目光呆滞的出神 他自昨晚离开监狱 与一杆囚犯一道厮杀了几场 然后带着兵器 凭着一股执念 要去寻找四哥 邝文柏 找他报仇 然而大光明教的寺庙 已经平了 军队在附近厮杀了几遍 然后放了一把大火 将那里烧成白地 不知道多少陆林人 死在了大火之中 那火焰又波及到周围的街道和防射 游公主找不到邝文柏 只得在那里参加救火 这一晚上下来 他在城中游荡 看到了太多的惨剧和凄凉 初始还不觉得有什么 但看着看着便陡然感到恶心 那些被烧毁的民宅 街市上被杀死的无辜者 在军队冲杀过程里死去的平民 因为逝去了家人而在雪坡里发呆的孩子 喂 是你吧 说话声从旁边传来 老李那个油盐不尽的小子 偏过头去 游红浊仔细辨认 才发现旁边的大汉便是牢房中被关在对面的汉子 这汉子曾经叫他动手 给那重伤御友一个解脱 但游红浊最终没有这样做 双方发生了口角 游红浊提起警惕来 但对方没有要开打的意思 昨晚看到你杀人了 你是好用的 老子跟你的过节一笔勾销了 如何 游红浊没有说话 算是默许 对方也明显疲惫 精神却还有点开口说道 过瘾 好久没这么过瘾了 兄弟啊 你叫什么 我叫长云 我们决定去西南参加黑棋 你去不去 黑棋 游红浊重复了一句 黑棋便是好人吗 黑棋当然是好人 干嘛 你对黑棋有意见 游红浊望着天空沉默许久 我看不出来 是啊 他看不出来 这一刻 游红浊的心中忽然浮现出邝文柏的声音 这样的世道 谁是好人呢 大哥他们说着行侠正义 实际上 实际上却是为王聚云脸财 大光鸣叫道貌黯然 实则污秽无耻 邝文柏说 这世道谁背后没有站着人 黑棋 黑棋又算是好人吗 明明是那么多无辜的人死去了 这些人怎么算 这一刻他忽然哪里都不想去 他不想变成背后站着人的人 总该有一条路给那些无辜者 侠客 所谓侠不就是要这样吗 他想起了黑风双煞的赵先生夫妇 他有满肚子的疑问 想要问那赵先生 然而赵先生却不见了 江湖路总得自己去走 与之后史如何 婚姻继续收听 坠续第七百八十六章 吹起北林的山洞 双如金桃一样汹涌 心飘落后把所有伤成功 坠续 作者愤怒的香蕉 演播人 巨五八雅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